现在是进入我们一个界面 一个操作界面它分别有SHR,E-Live和YG三个不同的功能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SHR这个界面 SHR就是我们通常叫的OPT的一个叫法 SHR是国际上的一个叫法 然后我们出厂的时候 左边一些参数是厂家已经设置好的 我们就不要去操作它 主要就是操作右边这个能量 一般我们刚开始操作的时候 建议是通常用的是13的一个能量来开始操作的 然后如果能量还没有达到预想的一个效果的话 可以慢慢的往上加 但是不要加太多 一般每次调是调三 两到三个能量这样子慢慢递增 但不要一次加的太高 然后雪花这个呢 我们建议是用两个半的一个雪花就可以了 它是主要就是要来制冷我们这个 手柄的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 之后要点一下这个already键 来可以进行操作 然后我们现在来操试操作一下 我们每次操作之前要空打两下进行预热 我们每次操作之前要空打两下进行预热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操作 我们现在将凌胶均匀的抖抹上 然后这个是一个快速脱毛的一个操作方法 每次以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速度移动 然后移动完之后再来回来操作一遍 然后我们总共是操作两遍 这样子就可以操作防尘了 如果能量不会大的话 我们能量方面是可以再往上再加一点的 如果刚试打的时候 建议就能量是从13 这样子开始试打 然后操作完之后 我们就要点这个standby键 就是一个带定的一个键 然后再往上操作下一个界面